没结婚之前,听别人说什么七年之痒,我觉得是个笑话,在我的想象中,只要夫妻俩感情足够深,根本不会存在这些问题,直到我的婚姻来到第七年,姐夫,你回来了? 刚回家打开门,就听见小姨子的声音,我很是诧异,说起来,自己有三年没有见到小姨子了,印象中,这个丫头还很青涩,我跟老婆结婚的时候,小姨子才十八岁,看像坐在沙发上的小姨子,我满是惊讶,那个曾经青涩的丫头,现在已经蜕变成了一个成熟妩媚的大美女。 小琪,你怎么来了?我高兴地问道,老公,小琪来我们这住一阵子,你没意见吧?老婆笑着问道,我怎么会有意见,热烈欢迎,想住多久就住多久,对了,我去买菜,你们先聊着。 一直以来,我这人都很大方,对老婆娘家人也毫不吝啬,可以说是尽到了作为女婿半个儿的责任,今天高兴,我买了不少食材,晚上做了丰盛的一桌晚餐,在吃饭的时候才听小姨子说起自己过来的原因,原来,小姨子跟自己恋爱三年的男朋友分手了,那个渣男在跟小姨子恋爱期间出轨。 长达两年时间,一直到几个月前,小姨子才发现,没必要因为这样的渣男伤心,好好休息一阵,找个工作换个生活环境,很快就会忘记了,来,多吃点。 看着小姨子伤心的模样,我一边开导,一边给夹菜,完全没有注意到老婆饱含深意的目光,因为工作的原因,我晚上在书房里面加班到很晚,拖着疲惫的身体走进卧室,发现老婆已经憨然入睡。 所以,今年,是我跟老婆结婚的第七个年头,七年来,我们没有要孩子,因为工作压力大,要孩子会增加不小的负担。 所以,我们心照不宣地选择了暂时过二人世界。 不过,随着年龄的增加,我感觉我们夫妻之间的生活质量有了明显的变化。 以前每天晚上都会黏着我欲求不满的老婆,现在上床就像是例行公事一样,没有了半点激情。 我一度觉得老婆有什么事情在瞒着我,看着酣睡的老婆,我叹了口气,换上浴袍去卫生间,准备洗洗睡觉,打开门,开灯,我愣在了当场。 浴缸里面,小姨子躺在浴缸之中,姐夫,我赶紧扭过头。 小齐,你怎么不开灯,我以为没有人。 不好意思,姐夫,我就是想静一静。 没事,你先洗,我一会再来。 我忙着逃离现场回到房间,在床上躺下来,我本想叫醒老婆,跟她说说这事,因为我觉得小姨子的行为有些怪异, 我挺担心她是因为失恋受不了刺激,做出什么伤害自己的事情来。 可是,一想到浴缸里面发生的事情,我忍了下来,没有开口。 一日,休假,老婆出门上班之前甩下一句话,带小齐出去散散些。 于是,我今天成为了小姨子的私人导游,实质种下,天气炎热,我很讨厌这样的天气出去闲逛,不过今天老婆发话,我也只能老老实实地照办。 小齐,你想去哪里玩?江城你也来过。 吃过早餐,我试探性询问小姨子的意见,小齐怠眉一条,逛街太热了,姐夫,要不开车兜风去南山逛一圈吧? 行,你喜欢就好。 饭后驾车一个半小时,抵达南山半山腰,停下车在徒步十分钟,抵达山巅,时值盛夏,天气炎热,山上连个人影都看不到,站在山巅的悬崖边上,我一直小心翼翼,说实话,我很担心小姨子会想不开,所以很是谨慎,不过是我多想了,小姨子根本没有那方面的想法。 在山巅呼吸了新鲜空气之后,心情愉悦,让我给拍了一组照片,不得不说,穿着一身运动装的小姨子,也完全掩盖不住那傲人的身材,姐夫,你跟我姐是怎么让爱情保鲜的? 下山的路上,小姨子突然问了一句,我想了想,笑道,也没什么,就是经营感情而已。 总听别人说七年之痒,你跟我姐正好七年了吧? 她天真的笑道,不知道小姨子为什么问这样的话题,我敷衍道,没有什么感觉,可能是别人厌倦现有生活的借口吧? 其实,这也只是自我欺骗罢了。 随着年龄的增长,我也逐渐感觉到了夫妻两人之间的亲密度,直线下降,三十岁的年纪,我可以说是如狼似虎。 但是,老婆在那方面,已经明显有些厌倦,或者说是嫌我烦,我想不明白,都说女人三十如狼似虎,可是我老婆却逐渐变得冷淡。 突然,我们不约而同地停了下来,左手边传来一阵很有节奏的声音,我顿感尴尬,没想到现在的人玩得这么花,大热天居然跑到山上来打野。 姐夫,去看看,我刚想走,却被小姨子拉着手。 把我往声音来源地拉了过去,我是万万没想到,小姨子竟会如此,我就像个木偶一样被拉着。 两人在一处灌木丛后面蹲了下来,透过灌木丛,看见在一棵大树下面,一男一女正在一起。 小姨子依旧拉着我的手,喂,突然间,小姨子喊了一嗓子, 那两个男女,顿时被吓得慌乱起身,小姨子也拉着我立马开溜,从山顶一路跑到半山停车的位置,小姨子才蹲在地上,一边大口喘气,一边笑。 这时候,她都还没有放开我的手,直到她站起身,才好似跟没事人一样放开手笑道。 姐夫,刺激吧。 啊,哈哈,走,回家。 天,那个曾经很腼腆的小姨子。 现在已经完全变了一个样子,不过我却发现,这样的她好有魅力和感染力。 晚间,接到公司的通知,有一个设计方案需要修改。 我照例工作到很晚,完成工作之后,回到房间,发现老婆还没有睡觉,想到白天看到的场景,我肾上线素飙升,扑上床,把老婆压在身下,太热了,不要。 老婆有些忧愿地说了一句,我此时哪还管得了这么多,她最近一直都是这样,每次我想要,她都会找到一些借口来搪塞。 于是,我第一次采取了强硬措施。 半小时后,结束战斗。 老婆连动都懒得动一下,一翻身,睡了。 我略有失落,起身穿上睡衣,准备去洗个澡,也顺便想一想,为什么老婆现在会这样? 第一次,我对我们的感情产生了怀疑,浑浑噩噩走到卫生间门口,发现卫生间里面竟然亮着灯,门楣关上,露着一道缝,透过门缝,我逐渐睁大的眼睛,啪,灯光突然间熄灭,停电了。 吓得我扭头就跑,一不小心,我撞上转角的墙壁,咚的一声,我只觉得眼貌金星,连老天都在捉弄我,就在这时候,来电了,谁呀? 浴室门打开,小椅子身上裹着一块浴巾走了出来。 看见我捂着脑门站在拐角处,她眨巴着一双大眼睛,姐夫,哦,刚刚停电了。 我出来看看是不是跳闸,不小心撞到了,没事。 都肿了,我看看。 小椅子步步逼近,伸手把我的手拉开,也就是在这时候,小椅子裹在身上的浴巾滑落,一瞬间,我便失了身。 小椅子似乎并没有觉得有多尴尬,很自然地捡起浴巾从心裹上,我去找药给你。 不,不用了,没什么事,你洗澡吧,我走了,我连说话都变得吞吞吐吐起来。 迅速逃离了现场,三天后,结婚七年纪念日,今天也是我的生日。 晚上八点下班回到家,进门之后,两生礼炮把我吓得魂飞魄散,灯光亮起的一瞬间,我笑了,客厅里面布置得很有氛围。 气球,蛋糕,玫瑰花瓣,丰盛的晚餐,蜡烛和红酒,老公,七周年快乐。 姐夫,生日快乐。 一左一右,两个女人挽着我的胳膊,让我觉得像是做梦一样。 今晚上,我们喝了五瓶红酒,不胜酒力的我,已经醉意盎然,你去把她扶上床吧。 老婆跟小姨子说,迷迷糊糊中。 我认为,好像是老婆把我搀扶到了房间床上,老婆,我想要,说着,我双手揉了上去,平常很少喝酒的我,今天是真的醉了。 但是我很清楚,我的意识是很清醒的,尽管我连眼睛都睁不开,让我感觉到很亢奋的是,很长一段时间,我跟老婆之间的事情都会被老婆嫌弃,也因此很多次都是不了了之,今天却不一样,她似乎很主动。 或许这是一场梦,因为老婆从来都没有在这种时候主动过,我本想睁开眼睛看看,看看她此时的表情,但是我没有。 我怕,如果这真的是一场梦,睁开眼睛就烟消云散,所以,我闭着眼享受着小齐。 我幡然醒悟,熊熊燃烧的新火,瞬间就被浇灭,老婆虽然也是染了棕色头发,但是老婆的头发根本没有这么长,我一下子叫出声来,秀发被撩起来,小齐那张绝美的脸庞近在咫尺, 她没有说话,就那样静静地看着我,我人傻了。 小齐,你怎么? 姐夫,别说话,一小时候,小姨子喘着气躺在我的胸口,我一动不敢动,悄悄伸手掐了一把自己的大腿,疼。 很疼,我确定这不是一场梦,看了眼躺在我怀里的小姨子,我慌了,要是老婆看见这番场景, 我们的婚姻就彻底完了。 我真该死。 我内心很是自责,此时甚至不敢开口说一句话,听着小姨子的呼吸声,确定她已经睡着, 我慢慢地扶着她的脑袋,放在枕头上,拿起散落的衣服,悄悄溜出房间。 此时,我已经完全醒酒,甚至心跳得厉害,冲进卫生间,在浴缸里面放满水,整个人连脑袋都浸在水里面,闭着眼,想以此逃避内心的自责。 等我实在憋不住的时候,才从浴缸里面坐起来,双手抹掉脸上的水,睁开眼的那一刻,差点把我当场送走。 小姨子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到卫生间,就站在浴缸前面,她光着身子,就静静地看着我。 我当时没有兴致去欣赏她妙慢动人的身姿,真的被吓坏了,以至于我睁大眼睛,张着嘴连话都说不出来。 姐夫,你不要自责。 她就像是看穿了我的心,在浴缸边沿坐下来,右手搂着我的脖子,附身在我的耳畔温柔说道, 人性,在这时候总是经不起考验的,这一晚。 从最开始的自责,到后来释然了,凌晨三点,我回到房间,捏手捏脚地上床,没有惊扰到老婆,躺在床上,满脑子都是之前在浴缸里面的画面,天。 看着熟睡中的老婆,我内心很是疑惑,我虽然喝多了,但是我记得清楚,分明就是老婆送我进的房间, 我怎么会出现在小姨子的床上,更让我觉得疑点重重的是,老婆分明没有喝醉,一直到自己睡着,怎么都不去找我,带着这些疑问,我沉沉睡去。 一日,我是被敲门声叫醒的,姐夫吃早餐了。 听到小姨子的声音 我犹豫着嗷了一声,现在已经是上午九点,老婆早已经去上班,我自己完全还没有准备好今天怎么面对小姨子, 但是躲是躲不掉的,自己最终还是起床洗漱,等自己洗漱完,从卫生间出来的时候,小姨子已经将早餐端到了餐厅, 她今天穿着一件宽松的居家服,下衣失踪,光着脚,那洁白笔直的双腿,有些黄眼,好看吗? 我如燥雷迹 慌忙收回自己的视线,神,什么? 我的腿好看吗? 我咽了口口水,一时间不知道怎么回答,而她玩耳一笑。 也没有在意,盛起一碗皮蛋瘦肉粥放在我身前,又给我倒了一杯鲜榨橙汁,多吃点,我亲手做的。 好,好,我低头吃饭,甚至不敢看小姨子的脸,一碗粥被我狼吞虎咽吃完,拿着橙汁一口喝掉,我先去公司了。 我想迅速逃离,可是却被一只柔弱无骨的手拉住,怎么? 我这么可怕吗? 你看着我。 我深吸口气,深知躲不掉,还是硬着头皮看向小姨子。 昨晚上,我,小姨子伸出右手食指,抵住我的嘴,我说了,我是自愿的。 如果你不理我,我今天就搬走,别,我,那你是不是舍不得我? 小妖精,可是却偏偏让人难以抗拒,她甚至双手捧着我的脸,让我跟她对视,四目相对,看着那张精致的面孔,我内心狂跳,除了你,我不会有第三个人知道,你现在告诉我,是不是舍不得我? 她咄咄逼人,我避无可避,内心在呼喊着,不能这样,不能。 但是我还是如梦一般点了点头,是。 她笑了,如绽放的紫罗兰,美不胜收,我他妈这是怎么了,堕落了,我自己都不能相信。 我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,而她却完全不给我半点思考的机会,双手搂着我的脖子凑了上来,我再一次被动沦陷。 小齐,我最终忍不住开口,男人,有些责任需要承担,但是我现在不知道要怎么承担这个责任,尽管她说她是自愿的,嗯,怎么了? 她仰头看着我,挪动了一下身体,整个人趴在了我身上,要不我今天给你找个工作? 小姨子挑了挑眉,你们公司还缺人吗? 说起来,我们公司里面还真缺少一个职位,那就是我的助理。 我之前的助理因为怀孕离职,很多工作都落到了我的手上,这阵子虽然公司里面不是很忙,但是偶尔有紧急项目,我都会加班到很晚,公司一直在招人, 但是还没有招到合适的人选,办公软件你都会用吧? 会啊,你忘了我学的就是计算机专业。 收拾收拾,现在去公司。 我也不知道哪根进不对劲,开口之前本来是想给小姨子找个工作,好让她利用工作分散注意力,也让昨天和今天的事情冷却一下,可最后我还是决定把她留在身边。 在公司面试很顺利,小姨子顺利成为了我的助理,办公地点就在我的办公室外面有一间小隔间,公司并不知道她跟我的关系,办理入职以后,就让我带着她熟悉工作流程。 把小姨子带到办公室之后,我也很负责任地交给她所有工作内容和环节,工作很简单。 就是记录一下我每天要进行的工作事项,形成安排,整理一些文件,小姨子虽然没有什么工作经验,但是这些琐碎的工作其实并不难。 交代完,她就知道该怎么处理,姐夫,中午我们。 虚,在公司里面叫我郑副总。 我堵住小姨子的嘴,生怕别的同事知道我们的关系,尽管我在公司里面一人之下,她做了个鬼脸。 好吧,郑副总,她拉长了声调,很调皮,但是却有种说不出来的可爱,让我一下子破防,老婆,小琪的工作安排好了。 晚上在家吃完饭的时候,我说了一句,嗯,这么快。 小姨子嬉嬉笑道,姐夫给我安排到他们公司,给她做助理去了。 老婆笑了笑,挺好,这样也好,每天你们可以一起上班下班,小琪以后也不用去找房子了,家里房间空着也是空着。 小姨子跑到老婆身后,一把搂住老婆的脖子,在老婆脸上亲了一口,老姐真好。 说话的时候,她冲我眨了眨眼,吓得我赶紧低头吃饭,行了,以后好好工作,别给你姐夫添麻烦就行。 我知道了,我保证不给姐夫添麻烦,还会给她把工作琐事打理得津津有条。 看到这副和谐的画面,我微微一笑,或许这就是人生巅峰,老婆每天按部就班,在进出口贸易公司的工作不算繁忙,但是每个星期也只有一天的休息时间,而我的工作性质不同。 我甚至可以不用去公司,除非有重要的项目需要我做决策,或者是跟别的公司洽谈,需要出差。 以前我每周几乎有一半时间都在家里,自从小姨子去了公司,成了我的私人助理,我每天都会准时抵达公司。 一周时间,小姨子已经完全熟悉公司的工作,并且把我的工作梳理得井然有序,这让我颇感诧异。 没想到奔放热情的小姨子,在工作起来的时候,竟然那么认真上心。 小琪,这阵子在姐夫的公司,还习惯吗? 周末,难得聚在一起,今天做了一大桌子美食。 吃饭的时候,老婆问了一嘴,很好啊,工作很轻松。 小姨子笑着说道,对了姐,明天我们要去海南出差,去三天。 小姨子又补了一句,听完,我抬头看了眼小姨子,内心满是疑惑,自己的工作安排自己很清楚,最近根本没有需要出差的安排。 可是,我看见小姨子冲我眨了眨眼,我原本到了嘴边的话,又咽了回去,瞥了眼一脸笑意的老婆,内心有些不安。 好啊,顺便让姐夫带你去海南好好转一圈。 我愣了一下,按理说,姐夫跟小姨子走得很近是机会。 老婆应该有所提防才是,可是我怎么感觉,老婆从小姨子来到家里之后,就像完全变了一个人一样。 不但对这些事完全不在意,甚至还让我觉得她是故意为之。 姐夫,你经常出差,海南你应该很熟悉吧,这次你可要做好导游的工作哦。 小姨子俏皮地说道,我干咳了两声,掩饰一下内心的慌乱,笑着说道,也不是很熟悉。 几个著名的景点倒是知道,工作做完之后,我带你去看看。 你呀,工作做完了,带着小琪多去几个景点,公司不忙的话,晚一两天回来也没事,小琪难得去一趟。 老婆内心在想些什么,天,我总觉得事情有些不对劲。 但是自己又说不出来,哪里不对劲,带着疑惑。 第二天一早,我和小姨子便离开家,登上了江城到海南的飞机。 姐夫,酒店我订好了,谢尔顿。 VIP通道里面,小姨子很自然挽着我的手,像是一对夫妻那样亲密。 我一时间不知道如何开口,内心还是有一些愧疚。 结婚七年,我和老婆之间没有发生过大的摩擦,就连斗嘴都很少。 现在我却干出这样的事情,觉得自己有些对不起她。 姐夫,你怎么不说话? 小姨子见我不说话,又问了一句,我笑了笑,好。 小姨子撇了撇嘴,看你一点都不高兴,要是你不想去,我们就回去。 她生气了,放开了我的手,像个孩子一样咬着下唇,我无奈地摇了摇头,伸手拉住小姨子的手,一把把她拉到自己的怀中。 没有,我怎么会不高兴呢? 只是,只是觉得对不起我姐是不是? 被小姨子一语中递,我深吸口气点了点头,那你是不是觉得我很,很随便,不是个好女人? 我连连摇头,不不不,我们不聊这个话题,开心点。 她开心地笑了,脑袋靠在我的怀里,我内心仅存的理智,也在她淡淡的香水味中沦陷。 姐夫,我穿这个好不好看? 人间有物。 这个词可能是形容她美貌最为贴切的词汇了吧,好看。 我梦一般说道,我就像是待宰的羔羊,在小姨子迷离的眼神之中,逐渐迷失自我,阳光从落地窗洒下,照在她的侧脸,让我为之着迷。 她起身拿了一杯红酒,再一次坐在我身上,浅饮一口,然后放下杯子,附身堵住我的嘴,我如同极度口渴的将死之人,贪婪地引用着来自她的头位。 小姨子的经历总是那么旺盛,这是我结婚七年来,第一次体会到什么叫做腿软。 第一天,我们几乎没有出门,如果被你姐发现了,会怎么样? 不解风情的我,还是问出来这样一句话,低头看着她,等着她的回答,她仰起头,俏皮地眨巴着一双美目。 嗯,为什么要被我姐发现? 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,你姐又不是傻瓜,她总会发现的。 我略显担忧,如果发现了,我就说是我勾引你的,怎么样? 我无奈地笑了,这并不是谁勾引谁的问题,是谁主动的并不是关键,关键是到时候该怎么办。 小姨子叹了口气,一定要在这时候说这些话题吗? 你能不能在这几天忘掉我姐,这几天只属于我。 我点头答应下来,事情已经这样了,我还能怎么样? 我很难想象,小姨子为什么懂得那么多,为什么她总能在我心情复杂的时候,用一些小小的手段,就轻易将我俘获。 我彻底投降,也彻底放飞自我,临走前的晚上,小姨子的手机响了起来,从小姨子来到我家,来到我身边。 我从来没有听到过小姨子的手机铃声,我下意识地瞥了一眼,发现来电显示是姐姐。 我们停下了动作,小姨子附身拿起手机,对我做了个晋升的手势,姐,你还没睡? 让我觉得胆战心惊的是,在接通电话之后,还在小幅度地活动着,没呢? 怎么样,这几天玩得开心吗? 还不错,挺好玩的。 你姐夫呢? 睡了吗? 没呢? 在,看电视。 电话里面,老婆笑了笑,好了,明天一早就回来了,不打扰你休息了。 晚安老姐。 呼,我长出口气,被吓得不轻,我满是诧异,从他们解量简单的对话里面。 似乎嗅到了一丝模模糊糊的信息,可是我不能确定,老婆问我的时候,小姨子说在看电视, 正常来说,我们是两个房间,小姨子怎么会知道我在看电视,除非我们是在一个房间里面,老婆这么冰雪聪明的女人,怎么会想不到这一点? 反而她还笑了笑,并没有继续追问,难道说,老婆根本就知道我们是在一个房间,细思极恐。 这一晚,我失眠了,小姨子已经憨然入睡,躺在床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,想到这个问题,我就忧心忡忡。 突然,我想到一个问题,我跟老婆结婚七年,一开始第一年第二年都是做了防护措施。 没打算那时候要小孩,可是第三年开始,就已经不再做任何防护措施,那时候因为老爸老妈想抱孙子,所以我们有打算要孩子。 可是,半年时间一点动静都没有,后来我们的工作都变得繁忙起来,老婆跟我说工作忙,暂时不打算要孩子,我也就同意了。 可是,就算是后来说了不打算要孩子,很长一段时间,我们也都是没有任何防护措施。 但是,看着身边的小姨子,我心中不由地冒出来一个大胆的猜测,早上九点的飞机,我和小姨子六点半就起床,两人在浴室里面一番云雨之后。 已经是七点半,在酒店吃了早餐,打车去机场,回到家的时候,老婆还没有下班,小姨子很累,回到家就去房间休息,我回到主卧,关上门,开始翻箱倒柜,可是,我找了一圈,也没有在房间里面找到我想象中的任何证明。 我在床上躺下来,细细回想最近发生的事情,加上小姨子没来之前,老婆和我之间的一些情况,我更加坚信我的猜测,套出手机,我给老婆打了个电话过去,老公,到家了。 嗯,刚回家,老婆你下午忙不忙? 下午不忙? 那你下午休息吧,中午下班就回家,我想你了。 电话那头,老婆迟疑了一下,好,我一会下班就回家。 中午,我做了一桌子的菜,吃饭期间,老婆和小姨子聊得很开心,报告这几天的动态,其实都是编造的而已。 饭后,小姨子去睡午觉,我一把将老婆抱起直奔卧室,老公你干嘛,小齐在呢,老婆有些抗拒,但是却无济于事, 我把老婆扔在床上,关上门,然后在我的热情之下,她逐渐放开,一小时后,两人气喘吁吁的躺在床上,老婆趴在我胸口。 指尖在我的胸口麻撒,你出去一趟回来,怎么这么,萌? 我抚摸着老婆的后背,憋了一路的话,终于还是问了出来,老婆,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? 老婆如遭电击,顿时坐起身,有些诧异地看着我,没,没有啊,你怎么突然这么想? 从她的反应,我就已经看得出来,我猜得没错,我深吸口气,无奈地摇了摇头,你是不是在外面有人了? 老婆慌了,忙着说道,你怎么会这么想?我发誓,我没有,半年了,你越来越冷淡了,那你想要我怎么想? 我冷静地说道,老婆附身在我的额头上吻了一下,工作太累了,所以不怎么想要,你就是因为这个怀疑我了。 我看着她没有说话,想从她的眼神中找到一些蛛丝马迹,可是,我失败了,她眼中全都是我,有光。 我闭上眼睛,思索了几秒钟,那天我喝醉了,你怎么解释?老婆愣住了,她下意识地躲开我的视线,两久都没有回话,我伸出手,捧着她的脸,让她跟我对视,你是故意的对不对? 为什么?老婆咬着嘴唇,还是没有说话。 这一刻,我已经知道了答案,房门被推开,小姨子走了进来,姐夫,你不要再逼问我姐了。 我笑了笑,原来,这是你们联手导演的一场戏,原因呢? 我实在想不明白,老婆把我灌醉,是他们两个人的杰作,而我才是背后蒙在鼓里的人,房间里面安静下来,气氛有些压抑。 两久,老婆才满是自责地开口道,老公,我要补了孩子。 尽管我从回来之前就已经猜到,但是,听到结果我还是有些猛。 结婚前,我们要婚前检查,老婆各项指标都没问题。 但是却不能生育,姐夫,我可以。